拿着盾牌警棍撞开门 搭配警方全部一起挤进大楼内这间日租套房 要抓的是强盗犯 这些嫌犯根本来不及反应 衣服都没穿就直接被压制在地上 但他们嚣张到躲藏的套房就在犯案地楼上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找你吗 知道吗 知道啊 强案发生在台北深山旁亚洲广场大楼 这边出入非常复杂 不只有黑道进驻 也曾有一楼一缝诈骗集团在里面被抓 而这回发生强盗案强的是这个 警方东翻西角搜身调查 这辆欧洲进口车原价200万上下 但已经是10年老车 加上疑似是权力车 价格只有当初的十分之一 双方原本在台北深山附近试完车确定要买 才会相约到附近的大楼这边要签约 没有想到过程当中就出了问题 变成强盗案件 当天双方已经说好交易金额25万 也坐下来签完合约 过程中买方却莫名翻脸说没钱 唆使这场小弟持囚棒殴打活性卖家 导致他头部见血甚至还抢走合约和车钥匙 直接把车辆强行开走 变成强盗案件 他说他因为买车的纠纷被陈姓的嫌犯殴打自伤 他车子奥迪的车子也被开走了 30多岁的陈姓男子和50多岁的叔叔都是主嫌 加上4名小弟都以强盗伤害恐吓罪送办 他们跟卖家曾多次交易 但这回叔职两人疑似合谋 早就计划好不打算付款买车直接抢劫 TVBS新闻讲述回关 艾斯小组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